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禍 嘉禍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Crystal 你這麼苦惱 看什麼 唉 我在建構電費單 因為在安省家庭用戶有兩種電力的收費可以選擇 在想哪一種比較好 你當然在說Time of Use 分時段收費 還是Tiered 分級收費呢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不如跟大家講一下 在安省計電費的方法 其實我們主要有兩種方法 首先我們講第一種Time of Use 分時段收費的方法 Time of Use 主要就是分了三個時段 第一個就是非高峰時段 另外我們有中峰時段和高峰時段 非高峰時段我們是說大家的用電量的需求比較低的時候 所以電費就會便宜一些 例如是晚上7點打後的時間 星期六日或者是公眾假期 中峰時段就是日頭但不是最繁忙的時間 而高峰時段顧名思義就是一日最繁忙的時間 通常就是我們煮飯或者是公司開工 我們要用電腦用很多不同的器材等等 所以電費會比較貴 我知道夏天和冬天的高峰時段是不同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 夏天就是5到10月 在圖裏我看到紅色的部分就是高峰時段 由早上11點到下午5點 電費價格是最貴的 黃色是中峰時段 即是早上7點到11點 以及下午5點到晚上7點 青色是非高峰時段 電費價格是最低 就是晚上7點到第二天的7點 無論是冬天或夏天 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 全日都是青色非高峰時段的價格 就是晚上7點到第二天的7點 無論是冬天或夏天 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 全日都是青色非高峰時段的價格 換言之 其實我們是可以根據這個顏色的時段 來決定我們用電的時間 去控制我們的用量 去減低電力的成本 例如好像洗衣服那樣 我們其實如果選擇在青色的時段 即是說晚上7點 打後 又或者星期六日 或者公眾假期 我們先去洗衣服的話 是會比起我們在紅色 或者黃色一些高峰時段洗衣服 電費是會便宜一些的 那留意這些時間 真的可以省很多錢 沒錯 那另外 其實我們安省也都有第二種的計算方法 叫做Tiered 分層的計算方法 就是每一個月 我們是可以用一個比較低的價格 去用一定的電量 也設定了一個價格門檻 如果我們用電是超過門檻價格的話 之後用電量的價錢 就會相對會貴一些的 安省能源局 通常每一年有兩次 分別在5月1號和11月1號 去調整這個價格門檻的 在冬季的時間 11月1號至4月30號 家庭用戶的門檻 為1000千雅時 冬季大家會用多些暖氣 所以門檻就會高一點 給大家可以用更低的價格 使用更多的電力 但是在夏天 5月1號至10月31號 家庭客戶的門檻 為600千雅時 小型的企業客戶的門檻 就是每年750千雅時 分層計算 讓我們可以在一天當中 任何的時間都是用相同的價錢 去用電的 如果你在當月超過的門檻 那個價格就會提升的了 剛才我們就介紹了兩個計算方法給大家 如果大家也很想了解 究竟自己是用哪一個計算方法 你看回電費單就會了解清楚的了 就譬如好像 如果你是用Time of Use分時段 去計算方法的話 你將電費單就應該是類似這樣的 當然大家用的電力公司會不同 設計會有些不同 但是大致上 如果你在用Time of Use的話 你都會看到你的電費單 它會寫著Time of Use 會分成三個時段 有高峰、非高峰、中峰時段 每一個時段你用了多少電和多少錢 另外你也會看到 這裡會有一些bar chart 就是告訴你 你過往的月份 大概你用的電量是多少的 至於如果你是在用分層的計算方法的話 你將電費單就是這樣的 它有劃分一個門檻的 所以有之前和之後的兩個價格 你看到Lower和Upper 就會告訴你用了多少電 有沒有過過它的門檻 同樣一樣 你也會看到 這裡有一些bar chart 給你了解 你過往的幾個月 用電量大概有多少 可能大家會問 這兩種計算方法 究竟哪一種適合自己多些 其實真的很因人而異 最重要就是你要了解 自己平時究竟的用電量是多少 你們會在哪一段時間 比較用多的電呢 來去計算一下 譬如好像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會比較 prefer 適合用Time of Use 分時段的計算方法 例如他們是在用一些電車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比較 想在晚上飛高峰時段 盡量去充電 那Time of Use 這種方法 就比較適合你們 但是也都可能 有些人 是會比較適合 用分層的計算方法的 例如 譬如如果大家 還在家裡工作的 那可能你們就會很想 有一些的靈活性 就會在 你們可能日後 都會用很多的電的 而你也都明白到 自己是不會每一個月 都不會過過門檻的話 其實分層的計算方法 也都會比較適合你們的 那所以呢 其實安省能源局 它網上就有一個計算機 Build Calculator 就可以讓大家去計算 按照大家的用電量 平均的用電量 計算究竟哪一種Plan 是會更加適合自己的 那你上到這個Build Calculator的時候 我們按去residential 家庭用戶 那它就有一個 就是做一個 quick comparison 一個快捷的方法 另一個計算方法 就是detailed comparison 你就要進入多 很詳盡的東西 去看一下哪一個Plan 是會適合自己的 那例如我們現在做一個 比較快捷的比較 我們先按進去吧 那首先呢 就選擇自己究竟是哪一間的電力公司 那例如我是Hydro Run那樣 那跟著呢 我們又可以看回過往我們的電費單 譬如現在是冬天 那我們看回過往的電費單 大概用多少的用量 假設呢 我現在呢 就是大概on peak season 我會用這麼多電量 然後呢 我們就去做一個update usage 那它就會幫我們去compare 如果我們是用這麼多電量 在冬天的時候 那價錢呢 你就會見到呢 如果我用time of use 是會貴過用tear pricing的 那你見到呢 雖然它說呢 只是便宜三個九毫一 但是如果我們整年這樣計 其實就真的可以省很多錢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哪一個plan 比較適合大家呢 不妨呢 上到這個網上的計算機 去做一個評估 去看哪一個適合自己 不過呢 有一點呢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呢 未必所有的家庭用戶呢 都可以選擇電力收費方法的 即是未必可以轉plan的 那譬如呢 有一些的住宅呢 你們的電錶呢 是不能夠可以用到time of use的方法 又或者呢 有些condo 你們是屬於一些獨立的電錶 而你的帳戶呢 也是來自電力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 那如果你是一個單位分錶供應商的客戶 你也都無法可以用到這個分層的計算方法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轉plan 又想知道究竟 可不可以轉到的話呢 最好呢 就是要問回你那間的電力公司 物業經理 又或者呢 向房東去了解回 可不可以轉plan的 那我們講了這麼多 那其實有一個定律 是永恆不變的 就是你用的電越少 你給的錢呢 就當然是越少 那所以在這裏呢 我們就想分享一些 省電和省錢的tips 給大家的 嗯 那首先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如果我們譬如有時候在家裡 有很多的電器 可能長期都不用的 那我們在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選擇 拔了一個插頭 拔了一個插頭 又或者去關掉一個總掣的 好像是平時可能一天 早上只會用的咖啡機啊 或者多屎爐不用的時候 你拔了它呢 那就可以省電了 是啊 因為如果我們長期插著 如果那樣電器不用 其實都是耗電的 好第二呢 就是 改用這個LED燈膽 那其實LED燈膽呢 最多呢 是可以減少75%的用電量的 那也都 壽命很長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哦 LED燈膽的單價 真的比普通燈膽 是貴很多的 那其實你長遠來計的話 它幫你省的電是多很多 那其實你省的錢呢 都是會多了的 那如果大家呢 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是用time of use 計電的方法的話呢 那我們也可以呢 去改變一下 我們的習慣 嘗試呢 如果真的要用一些 比較耗電量高的電器呢 就嘗試在一些 非繁忙時段去使用的 那例如就是 晚上7點後 至到凌晨7點 又或者是星期六日 又或者是公眾假期 都是屬於這些 非高峰時段 是會比較便宜 好像剛才我們所說的洗衣 大家可以真的等到 一機三的時候 在非繁忙時間才去洗 還有呢 如果我們去用凍水去洗衣 比起用熱水呢 亦都會省電很多的 嗯 沒錯 另外呢 就是洗碗機都是一樣的 我知道有些家庭呢 都習慣了用洗碗機的 嗯 那如果你洗好些碗呢 我們可以選擇 把碗碟拉出來 不要用它的熱力控肝 把碗碟可以自然風乾 亦都會可以省電很多的 是 還有呢 早上的時候呢 就盡量打開窗簾 那就可以 盡量利用太陽光 就可以開小很多燈了 例如是 譬如好像夏天那樣 這裡的夏天呢 日照時間都非常之長 是啊 那所以如果我們 真的 大家家裏有很多窗 嗯 開了它 有時候就是 吃完晚飯 天都還是很光的 我們就可以省很多電 還有呢 因為加拿大比較乾燥 亦都剛才所說 夏天呢 太陽其實很慢的 日照時間都很長 那如果大家洗完衣服之後呢 可以 可能星期六日早上洗完衣服的時候呢 可以嘗試在露台啊 或者是 Beg Yard那裏浪衣服呢 利用太陽的熱力去乾衣服呢 那就比用乾衣的 真的省很多 另外呢 就是如果大家是想買電器 或者想更換電器的話呢 你們可以考慮買電器的時候 留意一下 那個電器呢 有沒有寫著Energy Star的營證 它都是屬於 比一般的電器比較省電的 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其實安省呢 亦都有一些電費補助計劃呢 去協助低收入的人士的 首先呢 第一個呢 就叫做 Ontario Electricity Support Program 那它就是為低收入的家庭呢 去每個月去提供一些的credit 可以減低它每個月的電費單的 月價錢的 那如果要符合資格的話呢 首先就是要符合低收入的條件 要是有電費帳戶的持有人 也都要有公卡號碼 還有呢 要在你那個居所裡面呢 最少呢 是要居住 一年裡面啦 最少要居住六個月 或者以上呢 你才可以有資格去申請的 另外呢 也都有一個叫做 Low Inc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安省低收入能源補貼計劃 那這個呢 是屬於一個非常之緊急 一次性的補助來的 那它就是給一些 如果已經是拖欠著帳單 電力公司說要 減低你的service的時候呢 那這個計劃呢 就是會為你的電費 和天然氣的帳單 去提供一次性的緊急補助的 最後一個program呢 就叫做 Energy Affiliability Program 它呢 也都是為低收入家庭而設的 它會有一個專家 來到你家裏 做一個免費的電力評估 而看看你的家庭的需要 可能呢 它會幫你upgrade 去給一些更加省電的電器 又或者呢 它可能會提供一些 免費的能源套件給大家 視乎那個家庭的需要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些 有關的安省的補貼計劃的話呢 可以上回Ontario Energy Board 安省能源局去提供的 那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 有關電的使用 除了是想幫大家省錢之外 那其實作為地球的一份子呢 我們也都要好好善用能源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看來... 點心 我來測試一下 我來葬禮 吧 我來葬禮 來葬禮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